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 漫威电影宇宙 NCU最新作品黑豹 继前天以全台2700万的票房夹击空降冠军 成为NCU在台超级英雄个人首部电影之关后 坐在夕阳情人节持续称霸 全台票房单日出估近3000万 累计票房保守估计约5700万 稳坐春节冠军宝座 黑豹集合别豹 动作战争政治等元素 除了娱乐效果更兼具深度 尤其韩国取景的飞车追逐戏 更为影迷大战是一大亮点 该片除了在台风光夺冠 坐在韩国上映 首日票房也超越 曾在韩国取景的复仇者联盟2 澳创纪元 更刷新包括历年2月 春节党开片 情人节等多项单日票房记录 渴望在韩国突破千万观影人次 虽然电影本周五才在美国上映 但以率先以英雄崛起为题 成为史上首位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漫威英雄 显示该片在影史上的不凡地位 而包括烂番写98%的漫威电影宇宙史上最高评价 还有首映后较好的影评 也被预测本周末北美票房 渴望达到1.5亿美元 约台币45亿元 黑豹全台宪政热映中 黑豹在韩国取景拍摄的飞车追逐 游戏视频中一大亮点 迪士尼提供试验黑豹的查韦克伯斯曼 以英雄崛起为题 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翻射脸书